在台北市公管这处地下道的墙上 满满都是小纸条 这是由在台港人组成的香港编程青年 7月发起设置的联龙墙 为了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台湾民众纷纷张贴加油打气的留言 虽然一度遭到台北市新工处拆除 但在多位议员奔走协助之下 地下道租借到9月10日 今天是8月31日 香港编程青年举办了告别及传承仪式 选在这个日子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5年前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831决定 让香港人感到珍普玄的愿望已被封杀 其实8月31号在5年前 是人大决定要 我们叫关门 对香港的一个珍普玄 一个关门的日子 所以我们觉得选在3月31 可以做这个告别跟传承下去 就是那么简单 因为法座中运动 而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的年轻人 抗争者来做一个过癌的仪式 所以我现在也以死名字的意识的言来总结 自香港人 虽然抗争时间久了 但绝不能忘记 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 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过去的50个小时内 我可以看到在香港 有非常多的青年领袖 甚至是议员 都相继被逮捕 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这其实仿佛有点回到了 1950年代1960年代 我们在台湾的历史课本上面 真正看到所谓白色恐怖 言论前置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台湾 更应该要积极的 把我们过去在公版地下道的年龙墙 所写下来这些 我们对于台湾 对于香港 民主自由的期待的这个精神 告诉更多的朋友 因为我们知道 2020年的大选就近在眼前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政府 才是真正能够维护台湾主权 维护台湾民主自由 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 我们作为台湾人的决心 和公管联农场告别后还没结束 他们还会继续全民联农 遍地开花的运动 然后我们在这里已经有的自由声音 把它传到台湾每个县市 然后让他们以后继续再次发的 在那边把年龙墙这个种子 培育成花 需要的支持 我们要做好 我们要做好 我们今天要做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市场 热炉 热炉 热炉